吴林郎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日志时期 新建的花莲红叶温泉远近驰名 但近年来却因为法令更改 无法取得相关的租赁与水权 遭到花莲县政府是勒令停业 业者不服提出了夙愿 但还是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 不少民众也叹可惜 只说童年的记忆回不去了 温柔乡具有百年历史的红叶温泉旅舍 日式的平房马赛克磚的浴缸 唤起了不少人儿时记忆 但现在因为没有取得开发许可 与温泉水权被献抚了聆听业 虽然说上面的地上物是属于这个业者 他自己本身的 但是土地的问题 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取得合法的使用 那取得这个相关土地合法的使用的时候 才可以来申请相关的温泉的取用 那我们这边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取得温泉的合法使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照温泉法来跟他采法 民国92年温泉法公布后 温泉业者一规定应在102年前取得合法登记 但红叶温泉业者未取得水权 土地又属原住民保留地 绝经过部落会议同意才可以合法使用 现在遭县政部停业 业者不服提出诉论 部落的章程 所谓他章程就是可以自己部落自己决定 其实要看怎么做 就是看部落主席 部落主席说 我现在就是有在的人 我们在投票 同意跟不同意 你只要同意的过半 就算通过了 那以现在这个原基法的规定 他必须要取得这个部落会议的 这个智商同意权 要取得部落会议同意之后 他才可以去做土地的出用 这个部分是由这个 相公所一直在协助他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上周判决出炉 已发展观光条例 温泉法都有定定出过度缓冲其为由 认为县政府原处分 并未违反新来保护预则 且认为业者有足够的时间 去买足法庭要件 因此判决驳回 记者是日南万荣采访报道